花莲市公所主办的原来那么好市集 1.3天是在车站前的花莲转运站举行 市长温嘉贤表示为了凝聚买气 原创市集的伙伴成立了小老板劳动合作社 未来不但会有自己的品牌 也可以在花莲市各个地方以市集来呈现 原来那么好市集是全花莲最原味的市集 手作摊除了有原住民传统工艺老师外 也广纳非常丰富多元的文创艺术青年 市集里头有很多在地小农 集中贩售他们自己栽种的环境友善作物 同时还有原住民的美食及特色伴手礼 希望可以让原住民的产业更加活络 那我们真的非常谢谢我们原刑客 其实很用心也跟也辅导我们过去在 我们公所所举办的Mablon Gita的一些市集伙伴们 成立了相关小老板合作社 那小老板合作社以后 他们有自己的一个品牌 未来可以到我们花莲各地来做相关的一个市集的一个展售 那我们现在到了转移站这边来做尝试 也真的希望所有的乡亲朋友们经过火车站的时候 那你还有一些时间可以来这边走一走看一看 那这里有精彩的表演 还有一些非常精美的原住民手工艺 还有一些原住民的一些产品 欢迎大家来选购也来这边逛逛 那我相信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小老板这个我们市集的部分 未来能够越来越多的伙伴能够加入 也能够创造出不一样的商机 花莲市公所争取公益彩券 经费补助原创市集开办 随着花莲转运站起用之后 透过小老板合作社争取 这个月起除了天气不好 其他都会利用周休假期时间 在花莲转运站来摆摊 36个摊商会提供各种不同商品 还有精彩的表演活动 接着会欢迎市报道